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亚洲之行 是否访台一直是最大的争议 而就在当地时间8月2日晚间 他乘坐的美军SPR-19航班 落地台北嵩山机场 关于此行的所有猜测都已尘埃落定 自从1970年代华盛顿与台北断交和北京建交以来 美国到访过台湾的最高级别政治人物 就是国会的众议院议长 而这次佩洛西的再次访谈 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 与此同时 两岸三地的网络舆论也讨论的空前高涨 如今此事已成定局 佩洛西的访台之旅会该如何收场呢 就在佩洛西搭乘的航班抵达台湾前不久 北京官方媒体央视新闻播放最新消息 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苏-35战机正在穿越台湾海峡 与此同时 新华社也在佩洛西落地台湾十几分钟后 发布授权公告 公告中标识了一连串的坐标区域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北京时间 2022年8月4号12时至7日12时 在以下海域和空域进行重要的军事演训行动 并组织实弹射击 我们打开地图一看 这些区域可以说是直接给台湾包园了 其实佩洛西宣布访台计划之后 中国将其视为挑衅行动 就公开称将开展多项军事演训和实弹射击活动以回应 中国军方也多次强调 绝不会坐视不管 东部战区更是发文称 埋葬一切来犯之敌 如今大敌一致 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但最终真的会达到战争级别吗 小编只能说可能不会 当然也希望不会 不过与钢铁炮弹对空的残酷肉搏不同 互联网上没有硝烟的战争 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在佩洛西抵台的当晚 就有示威者前往他可能下榻的军阅酒店附近 抗议他的访问计划 他们指责该访问可能引发台海两岸的冲突 但也有支持者则高举台湾欢迎佩洛西的海报 对他的访问表示欢迎 台北标志性的建筑 台北101大楼也亮灯支持美台友好 在中国的几大社交媒体上 清一色的强力抨击 佩洛西一意孤行的访台 更有不怕事的网友 鼓动北京立刻采取军事行动 但纵观整个国际层面的社交媒体 也有些许冷静的华人网友 发帖敦促冷静 现如今整个网络舆论 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充斥失望与激进 而部分台湾网友 以及海外社媒不断的发出欢呼与挑衅 可以说佩洛西的访台 最忙的不是中美两军 而是这些网络大军 说起佩洛西本人 更像是一个刚刚完成一场完美演出的表演者 落地台湾后第一时间发推特称 在世界面临专制与民主之间的选择之际 美国与台湾2300万人民的团结 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重要 但实际上 他对于自己的出行也多少有些心虚 佩洛西一行搭乘的美军SPR-19航班 于当地时间下午3点42分 离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飞机一路东行 至婆罗州后北上 避开了整个南海海域 要知道 从吉隆坡飞往台北的航班 通常要飞越南海 航程一般不到5个小时 但佩洛西整整多绕了一个多小时 来避开可能给自己击落的导弹 根据台北透露的佩洛西访台行程 他将在落地后下榻台北军院饭店 次日9点多 将会到台湾的立法院发表谈话 稍后与蔡英文共进午餐 除此之外 还将前往位于新北市新店区的人权博物馆参访 并在当地与小规模人权活动人士会面 关于此行的更多信息 我们将会为大家持续关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